大家好,今天带大家从温兆方的松普路桥漫步到长江口的吴松炮台公园 全程大约6公里,让我们来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松普路桥桥洞底下非常的安静,绝对是一个练习催堤的好去处 时不时经过的轮船和地铁的声音来一曲大自然的大合奏 吴松铁路作为中国第一条投入商业应运的铁路早已难觅中继 现如今只有平易以后建立的纪念馆,依然矗立在这里,记录着这段辉煌的历史 这也许是中国唯一一辆被玻璃灶隔离的蒸汽机车吧 温兆邦是黄浦江支流里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水道 旁边的上港集团的运装码头尽在支持 这温兆邦跟黄浦江的交汇处非常的繁忙 近年来黄浦江沿岸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观景平台 这绝对是市民娱乐的好去处 一线江景,一览无语 作为黄金水道 在温兆邦和黄浦江的交汇口,一侧是上港集团非常繁忙的运装码头 另一侧是中国边检的纪博码头 沿着中国边检的码头继续往前走 这里还有一个客运的吴松码头 主要是承担着通往丛民的客运 继续向前,这里寄博着一艘大型的废弃客轮 现在作为影视拍摄的道具和场地 码头和轮船组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影视基地 既能够拍到现代繁华的黄浦江 又能够改造成年代戏感觉的码头 拍一些年代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影视基地 移植基地继续向前 这里有一块退炒后的滩土 看起来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 周围都是封闭的 不知道它是怎么下去 旁边的吊装码头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废弃的吊装码头 结果它依然在不停的作业 非常的繁忙 穿过运装码头来到一处小树林 您看看这个大爷练拳的姿势 有什么想说的呢 军港里击拨着一艘中国最新型的扫雷艇 至于贤号和武器性能我就不赘述了 绕过大约三公里的军事禁区 我们来到吴松炮台公园 真正的长江口呈现在眼前 长江和东海在这里会合 远处就是吴松国际客运码头 这个看似平静而又美丽的地方 曾经是一个军事要塞 是从长江到内河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所以这里有吴松炮台 当年日军侵华的时候 有一部分海军陆山队就是从这里登陆的 据当地的一位老人说 吴松口也是一个乖鸟的好地方 可能是因为季节的问题 现在的候鸟已经被飞了 所以现场也没看到什么奇特的鸟类 好了 今天从温兆邦到吴松炮台公园的徒步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 谢谢